大家好 今天是1月19日 不覺不覺1月已經去到差不多三分之二了 照這樣看上來 1月份 在美股來說應該就滑下去 對港股和中國股票來說應該是平穩 這是有些下跌的啟示 遲遲再說 今天來說 升的板塊方面 地產在這裏 保險在這裏 銀行是下跌了下來的 因此今天是升跌的比數 若不可以看它是5%左右